歷事館,身體健康 恭喜文老師,文浩基,新春健康愉快 祝你身體健康,最重要是這天 多謝,我在加拿大,所以越洋用現代科技來和你談話 今天我們準備講這個就是山海經 山海經是很奇幻的,你先講講你最近有奇幻的經歷 講山海經之前先講一講出電影 其實你也知道我很喜歡看電影,一放假晚看電影 前一段時間出現香港的名字叫天殺而降 是英文的,Amy Adams 做的 這部電影有很多人覺得不好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角度錯了 首先香港的名字改為天殺而降,令到很大件事 以為有些飛機大砲,大戰外星人 其實這部電影應該是列作科幻電影 即是關於外星電影的經典之一 如果在我自己來說,第三類接觸的絕對是經典 它最經典的就是那個音樂 那個外星音樂 全世界都會覺得跟外星人溝通 是用這五個音符來做一個聯絡 我第二出的科幻經典電影就是 Mill Gibson 那一出叫做空笑 叫做The Side 就是講一個墨田圈,有一些外星異象 這部就比較多一些外星人的樣子 以及觀能刺激大些 接下來這部《Arrival》 我一直看我覺得 接下來這世代的外星電影應該是這樣 不是單純靠畫面,有些怪獸在流口水 然後捉人吃人的樣子 而是這次的《Arrival》 是講一些外星人 基本上整齊電影只拍著幾條白爪魚鬚的東西 叫做外星人 然後太空船也是很破天荒 就像一顆黑瓜子沿浮在空中 在地球不同的地方 這些人最初以為會來捉人 破壞和平 但原來這些外星人是想和地球人溝通的 那怎樣和地球人溝通呢? 雞同鴨講 然後有一些地球語言學家 就和外星人慢慢來研究 然後外星人的語言 或者他們的文字 就像那些咖啡漬 有些咖啡漬了一杯 然後拿開一杯 看到紙巾有些茶漬的東西 這是一些外星語言 當中這個過程就是外星文化溝通的過程 然後到最後就是外星人下來 原來就是想來解救地球的災難 然後就要等地球完整之後 將來可以來救回外星的物種 這部電影很多人都會覺得 因為香港的名字 又改成以為很科幻 有怪獸體 所以很多人 我留意到有些網站 有些人都說 為何這部電影像是穩笨 很悶的 但其實這種是覺得 應該是新世代 或者是將來 外星電影 會用這個方法 就是用一個文化探索的方法 因為不再是一種觀能刺激 或者外星人一定是壞 可能有兩種 一種是壞 一種是好的 其中一個比較是 屬於關於外星人 怎樣跟人溝通的方法 就是以前ET的 接觸那個 當然是小朋友的方向 小朋友的方向 但是我覺得 今次這個 天降二殺 這個 將會是一個 外星電影的經典之一 這個問題後面有隱藏著很深的意思 第一 香港電影改中文名 跟國內和台灣有不同 這個跟市場有關係 一定要用一些刺激官能的名字 才可以吸引人入場 就是增加人入場的慾望 台灣多數是殖譯 在大陸都是用市場 漸漸走向市場為主導的中文譯 香港因為文化慢慢淪陷 低落 所以它就不會改到這麼深奧 或者這麼詩異 以前我記得三級片 都是很詩異 而成首唐詩 奉門今次為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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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首唐詩 全都在這裡 現在千萬不要用唐詩 因為沒有人懂唐詩 那就不知道你說什麼 那就不能夠註解 第二 就是 香港人漸漸融族 融族化 所以它用了一些天殺的字眼 與原來的意思可能完全不同 文露基 你有沒有留意 很多報章的標題 所以它用了一些非常吸引眼球的字眼 現在要吸聲 但實際上外文完全都不是那些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先吸引你 握住來看 這些有欺騙成分 但是最後就是因為它要有商業的部署 為什麼商業部署呢? 因為貴租 為什麼貴租呢? 因為三高政策 因為香港霸權 落了地產 收到它軌迷這麼多租 所以它不得不增高它的成本 增高它的價格 又不斷用它很多種方法來吸引人家消費 那麼香港變成畸形社會 但是今天我們講的題目 都跟剛才你說的科幻有關 是的 我們今天準備說山海經 是的 我想說山海經 錢說的就很久了 但是虎無對手 找了很久了 差不多十年八年 那麼最後今天能夠從文浩基理 年輕一代 又是喜歡科幻的研究者 能夠講到山海經 是我們今年 丁又年的最大的得獎 這麼抬舉啊 不要一定的 要深的 深的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沒有人明白的 我們可以先講解 對一般的小學生 中學生 讀生 或者其他的朋友 都有一些益處 尤其說到山海經裡面 有些故事 怪獸 文浩基 不如我們先講講山海經的來歷 好嗎 你所聽到的歷史是怎樣 因為其實有很多個說法 先講講來歷史 為什麼會有本書 我開頭你就跟著下去了 好 山海經這本書真的很舊 舊到怎樣 舊到可能不知年份 大約的人估計他可能遠於春秋的時候已經有了 一定是漢之前 即是公元以前 耶穌還沒出生 已經有這本書 應該是巡代之後 大大話說是2000多年 是不是 差不多了 因為有很多個說法 這本書還有一個奇處 本來它是有圖的 有公仔的 是 當年用了圖像來思維 圖像來講 後來圖像完全消失了 現在我們看到那種 是明清兩代的圖像 明清時代 那麼 進朝的時候 陶淵明 陶淵明 說見過 劉冠山海濤 慘了我們見不見過 還沒知道 這個初步說說是他一本什麼書 你有什麼補充資料 大家說一下 山海經很多人都會有個誤傳 就是說會是大禹時代 百億時代來的紀錄 但是其實 請說百億是誰 很多人不懂 大禹 大禹是治水那個 然後百億也是那個時代的人 相傳是這些人去紀錄 究竟是不是 不知道 但是一定不會是全部 可能當中會不會有些 如果有大禹這個人 如果有百億這個人 是不是他們紀錄 可能有部份是 但是絕對不是全部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當中如果山海經細體 它裡面有些地名 或者有些文化上的東西 是在春秋時代 或者商朝之後的東西 所以譬如說 有些地方 譬如山海經裡面提過 有些地方叫長沙或象棍 屬於秦以後的時代 才有這些地方的名字 譬如說 有些人物的故事 也是商朝之後才有的故事 甚至乎 有些觀念 譬如說 前一輪你不是說過 四靈獸 其中有鳳王 有鳳和王 兩種東西 其中鳳王有五種色 即是五彩 五彩代表五德 但其實在當中山海經裡面 也有提到鳳王這件事 也有提到五彩代表哪個五德 但其實這些文化觀念 絕對不是上古時代的觀念 所以由這些所謂 裡面所記的地 或者所記的一些故事 或者一些文化觀念 五彩就是什麼 德意禮人信 這些東西 其實都不是上古時代的東西 所以就會有很多 就是春秋末年 應該是春秋末年 至到漢初 應該是春秋末年 至到漢初 所以剛才提到 陶淵明 他提過他首詩 《劉官山海圖》 應該是屬於有圖 但接著才是有文 為什麼會有人說 很多人說有圖經有文 其實如果看回《山海經》 還有就是 你會發現 原來就算 《山海經》 《城書》 經過一段長時間 就是不會說 一年十年 或者之間 可能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累積而成 但有幾件事 到現在很多人都眾說紛紜 第一 《山經》和《海經》 《山經》和《海經》 分了兩大部分 《山經》和《海經》 裡面的地理 很多人都很奇怪 究竟是說中國的地理 還是說世界的地理 這個有這樣的看法 這個相當之奇妙 令到我們很著迷 很著迷 你又說一下這個情況 給大家聽聽 其實如果《山海經》 有些人就會說 是不是中國以內的地方 因為說《山海經》是中國 當然是中國以內的地方 有些人甚至也會 我記得衛斯里的小說 提過《山海經》 可能是一個叫 宇宙航行圖鑑 這是一個科幻角度的說法 但其實如果比較 要用一個學術角度 正經一點看的話 有一本書 也很有名 《近紀退色的紀錄》 叫做《Pell Inc.》 這本書的作者 他研究中國的神話傳說 他研究了原來《山海經》 所提到的地方 其實是在美國 由加拿大至墨西哥 地理環境很相似 甚至乎如果拿回當中的 譬如說一些山脈 或者一些距離 即是A山去到B山 其實來說 原來跟墨西哥至加拿大 境內的山 竟然是突突陷的 即將那個鷹鯉 轉為古代的中國理數的時候 竟然的距離也是一樣的 也不是一兩座山 有這樣的看法 而是找到很多不同的 山海經內不同的內容的山 主要是研究山經那方面 來到法國 竟然有很多都很相近 其實如果說回山海經 有山和海 山經就五張 分為五張 海經分為十三張 山經 如果跟小朋友說 山經比較正經 海經比較奇幻 為什麼呢? 山經比較多一些地理上的紀錄 而海經比較多一些神話 一些傳說的紀錄 所以它有十三篇那麼多 所以剛才說過 這裡我補充一下 最近有研究 不過很久都說過 說中國人的很多語文 語說話和文字 在南美洲都發現的 尤其在山裡面看到的字 很多是中國很遠古的一種 算書 這是很奇妙的 第二 中國人的語言和南美洲的一個國家 是很接近的 這個國家叫秘錄 為什麼會隔這麼遠呢? 這麼接近呢? 有很多人說 可能是中國人很久以前 史前的一個千璽來的 也有說過 南美的印第安人 所謂印第安人 就是因為 阿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候 就當了那裡是印度 是的 他叫印第安人 其實那裡不是印第安人 還未到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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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了印度 所以後來叫做印第安人 但是很多現在的證據都看到 美洲裡面的所謂印第安人 其實是亞洲的 很多人會認為是 中國的漢族人 或者是蒙古族人 一路透過白領的漢 是走了去南美的 是 剛才說的 《山海經》 記載到 《洛基山脈》 很多人都說 是啊 都相當有可能性 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性 變成了其真二世 很多中國未必有的 出現了 有些描述都很接近 我們馬上有機會有興趣的其手 還手 是的 不過你說起 很多人都說 很多人都說 有些大作家 也是研究中國神話的專家 是的 緝了很多山海經的神話故事 很多人說中國沒有神話 有 好 再慢慢說 這個神話故事 幫你 那 這個 海經 海經 是他分成幾尾 是 不過補充 先補充 剛才你說起 其實中國人以前 是去過不同的地方 即是 我們現在的概念 就是說 你這麼古老的話 你中國人走來走去 整個中國都走不完 沒有理由可以說 越陽去到這麼遠 其實都不單止說 譬如說 山海經 這件事 譬如說 山海經裡面寄的東西 可能有些人就說 很荒謬的 光怪陸來的東西 算數 但其實 有很多 一些中國古代工藝品 都記錄了一些 叫做 以前中國人 有可能是去過外面的地方 譬如最簡單 鴨咀壽 知道了 鴨咀壽就是澳洲 是澳洲特產 原來我看書 一會兒這個圖 可以說出來 我不知道你能否看得到 刺官 這是一個鴨咀壽的浴震 是南北朝的浴雕 南北朝的 南北朝的時代 即是五世紀左右的時代 中國人理論上 就不可能會見到鴨咀壽 因為鴨咀壽 按照生物學來說 鴨咀壽應該只有澳洲才有 不排除 會不會說 原來中國以前是鴨咀壽 但任何的考古 任何的生物考古 都沒有說 中國是鴨咀壽 於是南北朝的時代 竟然會釣了一隻鴨咀壽 真的比我們更清楚 對 沒錯 所以來講 我們跟我們上來 專業 文浩經理這個證據還有很多 譬如我又舉一下 有人很喜歡說麒麟 是 是 是 譬如是一種瑞壽 尤其是 譬如現在 前幾年 現在 撞了衰三年 沒有麒麟 不要說 不要說 影響選情 被人告 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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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麒麟 是一種瑞壽 不是那麼容易出現 要有聖言才會出現 是 所以中國人就很希望有麒麟的出現 是 會報給京師的皇帝知道 皇帝很開心 聽到有麒麟 即是說自己人軍 居然有人送麒麟給中國 是 麒麟 大家看到嗎 記得 原來麒麟是一個秘幅圖 大家看 就知道了 原來是現在的長頸鹿 是 拉來中國 因為中國根本沒有這隻 這樣的頭 於是他就覺得 這隻就是麒麟 是 看到皇帝都被他餘惑了 不是奇的 這個世界 譬如我們剛才說 怪獸裡面 其實中國到漢朝 由印度輸入獅子 是的 獅子不是現在的獅子 是老獅的獅子 沒有狗角邊 就像老獅的獅子 沒錯 印度有獅子 一定有 非洲有獅子 中國最厲害的獅子 就是老虎 所以獅子 現在放在門口的石屍 看以後 所以當年如果 新海經裡面 沒有獅子 大家不要怪 不過剛才說起奇倫 說起奇倫 日本 因為你知道 我都叫識下日文 日文其實叫長頸鹿 是Kilin 也是奇倫 所以日文 如果去看動物園 看長頸鹿 他們寫Kilin 就是奇倫 而日本也是有奇倫 即是幻獅這種奇倫 所以日本跟我們中國一樣 如果說到奇倫 會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 現實世界有的長頸鹿 也叫Kilin 另一個就是幻獅世界的奇倫 就像獨角 一隻馬 一隻獅子 怪獸那隻 日文也是這樣叫 叫長頸鹿 這又增加很多知識 說到奇倫 有旁邊的說話 又加一加 原來中國人的奇倫 有些人就說 是否西方的獨角獸 那隻獨角獸 是有很大的差別 很多人不認識 是 是 因為 角獸 就是硬鶴 其中一個角獸 是肉質的 是 其中一個獨角 其中一個獨角 但是是肉質來的 那隻獨角 是角質的 是 是 大家都覺得有角 是 獨角 或是一個角 不是兩個 以上的角 是一個角 所以 兩樣東西都覺得 是一個很特別 其實兩樣都是幻獸 是 是 如果是西方獨角 那隻 這人就會說 專門去一些很純潔的少女的身邊 就會自動純服 但是 也有說 為何這些人 以前的人 會捉 那隻獨角馬 就是因為 那隻角 可以辟邪解讀 甚至乎 解讀 如果切了他的角 就可以來拖禮 拖禮 一些生物 那樣的東西 不過 如果現在 最重要 解讀 和可能的生活 有關係 因為 很多人都相信 西角是可以解讀 西牛角 西牛是獨角獸 有些是兩隻 那 聽聞 以前 有藥材譜可以賣 現在當然不行 現在是 貧林絕種的動物 不種 以前 我 經常去藥材譜 看到 在玻璃櫃裡 有茶葉出來 那個西牛角 整隻角很漂亮 那時候 很貴 辟邪的 那些人說 那些小孩子發燒 拿一盆水 磨一磨 什麼都沒有發生 就被小孩子喝了 喝完之後 那些小孩子發燒 自然會退燒 這樣說 即是說 有神效 是有 辟邪的 因為 零瑩 他一條白線 零瑩 是 尖端到尾上有一個白線 能夠之間通靈 當然這是另一個故事,但很奇怪,在《西海經》裡面有獨角獸 有獨角獸,不是我們獨角獸,有幾隻馬是獨角獸,但不是西方獨角獸 這裏有單角獸,有幾種,譬如一隻叫針,狗爪邊做封針字 一個叫撥馬,一個叫駁,駁字就是馬,做膠字 待會給字的聽眾,現在看不到的,因為反光 另外還有一隻叫寬梳,像馬一樣,都是獨角獸 山經還有什麼補充?它有很多礦物和藥材 在山經裡面 不過如果說起山經或山海經這些,其中有很多東西可以和日本的神話傳說 或者和外國的神話傳說比較 因為我發現如果看山海經,可以發覺很多東西 就是中國的東西始終都是以實用為主 因為其實如果說回山海經,為什麼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很多人重視它 就是因為人們覺得光怪陸來,有少許荒誕 而且最重要是實用性不大 因為覺得好像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甚至是沒有什麼文化價值 甚至可能因為西猴基已經拍攝到爛了 這故事已經拍攝到爛了 其實好像還有一些文化價值 很多人都評定山海經的文化價值不高 但其實如果細心看山海經 其實山海經裡面 是最著重實用性的 因為其實它任何一種動物 任何一種植物 甚至任何一塊石 都會說可以異病 治病 諸如此類的東西 不要理會它是真還是假 但它全部都有一個實用性 但相反如果看外國 譬如說我比較熟日本 百鬼夜行 這是一些日本最流行的紀錄鬼怪的書 之前也說過 百鬼夜行裡面 那些妖怪是沒有任何的實用價值 反而有些惡作劇 就是它來了你 就只是會堵寫你的茶壺 或者幫你拆天花 反而作用沒有什麼 但是山海經 中國人其實很著重實用性 所以我覺得山海經 這個 它真的徹底地是中國人寫的 它的實用性是很大 不過也會留意到一件事 中國是所謂民以食為天的 看山海經也都發現到 因為它全部都是說哪一種怪物 也不要理會那種生物有沒有 全部都是吃的 吃了它就可以治什麼病 所以看這個也看到中國的文化 就是它很著重實用性 而且很著重吃這件事 不過到最後 現在人們都覺得山海經 比較荒誕少許 那就變成了不是一個文化價值 那麼高的東西 這樣吧 這個呢 看看你用什麼的角度看 因為如果是農業社會 中國是以農立國 尤其去到漢朝的時候 已經是很固定的農業社會 他跟郵務民族差不多是分隔的 在長城分隔了郵務民族和農耕民族 這個農耕民族有自己的哲學 譬如剛才說實用價值 上價值是農業社會的一個特點 各種東西都要實用 為什麼呢 因為錢不是那麼多 水不是那麼有利 鶴與天罕 哎呀 這樣就更加激 或者魚王蟲更加是一個災禍 災禍很多 甚至乎黃河泛濫 河的泛濫 也使得天災 又引起人禍 所以是很注重現世 以及很注重實用的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工業社會的 拿原料或者打獵的 或者採集的社會的哲樂思想來的 第二呢 剛才你說到 山海基的文化呢 這個是一個很特點 很大的特點就是 中國人呢 自從漢朝 中這個儒家之後呢 廢絕百家 變了很多時候 是沒有了其他 除儒家之外 其他的講話的講法 研究這些其實呢 是一個非常之 非常進步 現在你說的非常進步的一個文化 因為沒有神話呢 沒有宗教呢 這個世界呢 就未曾有文明的開始了 文明開始呢 就是神話的開始 人類的神話 就是他最早的思想 最早的想法 方法 一會兒我們呢 下半月呢 都還可以講一下 《山女經》裡面的幾個很出名的神話 是 譬如 《跨腐追日》 譬如 幾個都 譬如 《迎天武干戚》 這些 是很有趣的 一體會到他的意思之後 這個意思本身 就是一個文化來的 所以這個文化呢 意義呢 不只是在於實用 或者是 現在呢 用實用主義說 是不是馬上找到吃 是不是馬上有分 因為學校不考 會考不考 教書也沒有 所以呢 很多家長啊 老師 未必一定喜歡你 你們 文老師 或者其他同學 同學 同學先生 就講述這些話 這麼奇怪 不要說是在課室講 放了學出去講 也未必給你 沒錯 我以前的兒子 有得好 我們老師上課 通常不講學 通常是講這些 所以我很小時候 已經知道 誰是 迎天 已經知道誰是 跨父 真是奇妙 沒有教的 跨父 迎天 小學 課本沒有教的 中學更加不要講 沒有教的 但我小時候 老師會講 那時候 我記得我小時候還有一本書 是兒童動物來的 裡面都記載很多這樣的故事 譬如後藝社日 譬如上學 一會兒 一會兒我們 將它引申 真的學很多 一會兒 先講完山經 山經還有什麼 武衷 沒有了 山經是正經一點 海經比較多些奇怪的事情 你看海經 我們還有時間 有 這個時間 有 海經 海經 你最深刻在哪裏 真是奇妙 它有海內和海外 是 現在我們用海外這兩個字 就是中國 反途以外的地方 都用海外 海內 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 海內 就在講我們大陸 有兩種不同的記載 當然我們看看海內和海外的記載 它集中幾樣東西 我最有興趣 我不知道你是否這樣有興趣 我最有興趣就是裡面的神話故事 以及裡面的怪獸 你是否有興趣 也是有興趣 其實最初接觸山海經 我相信很多人喜歡看山海經 其中最重要的是 它裡面的神話或怪獸 這是最吸引人的 如果現在我看了很多山海經的書 這些怪獸我當作是唐衣 先吸引你 其實慢慢逐層 逐層摸下去 發現裡面的根本不是怪獸 其實根本是有很多動物 是有的 還有裡面根本就是 例如你剛才所說的 跨戶追逸的故事 其實來說 會不會根本是說到 某一個民族 為了尋求一個更好的環境 來大舉遷移 然後只不過是把它當作 一個跨戶的巨人 其實當中有些文化含義 是 如果這樣 不如說幾個民間故事 或者傳說的故事 聽眾很多喜歡聽故事 是 跨戶追逸 這個字 我稍後會給大家看 這個字是跨字 即是 即是 足指邊加下去 變成誇張 跨步的誇懸 現在是跨戶 這是什麼人物 文禄貴 跨戶追逸 這是一個巨人 他就是 巨人 很厲害 我們大很多倍 其實跟希臘神話 也有類似說要戰勝太陽或追蹤太陽,每天追趕它 但始終是人不能勝天 追蹤到最後,根皮力揭死在一個平原 身體上的七竅流出不同的水 然後形成了中國不同的河流,甚至毛孔,變成不同的山,不同的樹 大概就是這樣 華富的巨人很想戰勝太陽 為什麼會跟太陽這個物體有關呢? 因為古人,尤其是史前文化未曾發達的時候 中外古今都是對太陽,古時都是對太陽是一種敬畏的 所以太陽神是一個很高無上的威力 大家都很懼怕的,為什麼呢? 第一,它的熱力真是曬到你脫皮脫骨 第二,沒有太陽也不行 那天不出,你就陰天,你就全身不自在 或者有十個也不行,所以要射九個 中間如果有一次日食,人們覺得天狗是食日 那就立刻要打來打鼓,要趕著天狗 怕太陽不出來 這樣沒有太陽也不行 有它在那裡,又很嚴熱 還有很攻擊性 所以太陽是變成一個有威夷的形象 如果將它以人化之後,就是一個至高無上 而又很難抵禦的一個天神 是 是 跨復這個巨人很希望它能夠捉到太陽 能夠找到太陽 於是它一直追 你知道那時候沒有一個科學的認識 太陽是中心地球圍著它轉 一直以為太陽是東邊升,由西邊下降 於是它一直跟著這個軌跡去追 一邊追一邊口渴,一個人都口渴 就喝了黃河的水 喝了很多黃河的水 為什麼要喝黃河呢? 因為這個體會到,還有衛水 黃河和衛水,兩大水流的水 我看到當年這個民間傳說或者神話是北方的 它不是喝了珠江水,又不是喝了城門河 喝了黃河的水 之後就像你剛才說的 這隻手就化成桃林 變成桃樹那桃 那身的毛就化成其它植物 他整個身體都留在世界上令人民得益 在我們小時候 哈佛追日這樣的神話故事 它有一個意義的 就是人是聖不了天 但是永不放棄繼續要跟天鬥 毛澤東說的 跟天鬥、跟地鬥、跟人鬥 樂其樂無窮 他真的要跟他鬥 雖然不能夠得到勝利 但是不斷跟大自然的鬥爭 不斷的開拓大自然 是有他一個人類的願望 因為有這樣的願望 有這樣的志向 然後世界才可以一路進步 物質上才可以進步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就真的 你甘心情願被他征服 聽天由命 或者我們永遠不出山洞 我們那時候西方都說 人類如果不出山洞 永遠都是在粵居裡 我們今時今日 我和你都怕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就拜拜 和其他動物 還要看一個很低膽的動物 因為你很多大動物 例如老虎 不是一定要進動物園去咬死你 普通都咬到你七彩 蛇蟲蟻都咬了你 所以人類不能夠成為萬物之靈 不能夠成為領導世界的中心 所以這個故事後面的中心 後面的用意 其實是很大的對人類的鼓舞和歌頌 是 這個故事出於山海經 另外的故事 你記不記得有一個營天嗎 稍後給大家看看營天的形象 很有趣 不過西方也有營天這個形象 有 西方的神話傳說 一模一樣 真是 拿盾牌 有 有 有 一會兒學運班 再加上去 先說營天的樣子 未必有人知道 營天的樣子就是 一個人 沒有頭 一個人 沒有頭 被人斬頭 至於為什麼被人斬頭 一會兒再說 但他斬頭後 沒有死 反而左手握盾 右手握矛 來做一個抵抗性的動作 對 他怎麼看的呢 就是用心口 叫乳頭為眼 乳頭 乳頭 變成眼 這樣 變成一個肚皮 有口 有鼻 這樣 那肚子 做了口 對 來做一個抵抗 為什麼他做一個抵抗 就是想和皇帝 和皇帝抗衡 原來當時是營天屬於癡尤那邊 是營帝 對 不過是營帝 要先說一說 很久以前是說 皇帝和癡尤那邊 兩邊大戰 皇帝就贏了 所以皇帝 歷史一向都是 聖者為皇 聖者為宗 所以皇帝屬於宗那邊 癡尤就屬於奸那邊 因為他打敗仗 是 營天屬於幫癡尤那邊 來打仗 他打輸了 就被皇帝去鞠頭 捉了 捉了 然後斬頭 斬頭之後 竟然營天始終是忠心於癡尤 始終竟然沒有死 竟然化為一個母頭的妖精 來繼續拿著矛盾 要繼續做一個抗衡的舉動 這就是營天 是的 這裡有一些更正 剛才我們說 營天沒有肝癡 肝就是盾牌 對嗎 癡不是長矛 她是斧頭 所以他仍然拿著斧頭和盾牌來戰鬥,仍然打仗,仍然跟皇帝組裝過 當然我們現在說好像迎天是個壞人,在那邊幫炎帝 但在中國歷史中,皇帝和炎帝都是我們祖先 所以我們說皇帝都是我們民族的先驅,祖先 剛才你講了這個故事之後,他後面有個很重要的觀念 原來中人在這個神話裡看到,是不肯投降,不肯衰的 他的鬥志很輕旺的 我們剛才說迎天這個神話裡的主角就叫迎天 迎天就是一個這樣的人,永遠不敗,永遠不肯贏輸 被人斬頭,仍然把身體化為一個人形,仍然跟你砌過 仍然跟你打過,打到最後可能灰飛煙滅,都仍然跟你砌過 這是一個非常堅強堅韻的民族性 你記得在《山海經》裡還有一個叫做夏更之詩 夏更之詩也是一個這樣的形象 夏更之詩裡面是一個沒有頭的 他仍然用身體作為他的眼和口鼻的一種表現 他這個就不是閻帝和皇帝打仗的時候的武士了 他是周武王,奉佛奏皇室的一個戰士來的 但是兩個故事其實都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戰士 就算被敵人處死了,斬頭去 仍然堅持要砌下去,打下去 這是中國人的一個堅持 以及不肯後退,不肯投降的一種性格使言 所以陶潛在《獨山海經》裡其中有個詩說 《迎天沒有乾斥》,然後《猛至故常在下》 其實對迎天這個角色也是一個正面的評價 反而很多人都會記得 痴油的樣子比較邪惡,或者感覺比較邪惡 反而對迎天的評價比較正面 不過說回迎天,以羽為眼,以池為口 其實為何會用乳頭來做眼 因為當你沒有人頭的話 當然形狀唯有以這裡來做眼 不過如果在很多神話傳說當中 乳頭都是與性有關 其實如果在神話當中 與眼睛有關,都會代表生命的原始 所以眼睛在正乳頭的位置 就剛好兩樣東西 眼睛與性這東西重疊 變成一個與生命力或復原力有關的象徵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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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戰鬥就是一個 一個不不不撓 在這個中國的文化裏面 其實呢 對於小孩子的時候 對於這些這樣的人物 迎天 彥坤、艦艦之師、哈芦師以及哈芙呢 非常之崇拜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老師都講出了這個裡面神話的含意 神話我們知道他不只是講出一個有趣的故事 或者是鮮文的思考的方法 而後面是整個文化裏面的心意在這裏 每一個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的心意 都隱藏在他那個神話裏面 由這個神話表達了出來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這些雖然學校不教 但是都應該好像我們小學老師講的 為什麼不只是講故事這麼簡單 而是講精神和意義在這裏 這個對於整個小孩子的華夏文化 都有一個深厚的形式 這個神話故事 在《山海經》裏面相當多這些故事 是不是時間如何?差不多了 還有時間 十分鐘左右 是的 我順便講講這個神話故事裏面 有很多怪獸留待我們下集說 我再講另一種奇怪的角度 角度 它裏面有很多海外經裏面 真的使得你都不知道真是假的 譬如有一個叫做 蕭蕭蕭蕭蕭陽國 你記得這個地方 記得 是一群集居的黑猩猩 這就是黑猩猩來的 在那個時候應該有這個種 但問題是很多時候這些當年寫作技術的人 沒有辦法看到一群黑猩猩聚居 沒有辦法區分出來 他是一個群居的人還是星星 於是美其名就變成一個郊家 一個郊家 好像去到那裡 那些國民個個都是反口唇、大口唇和黑毛 這個在現在來說大家可以體會到 不過說起僑陽國另外一個國是差不多的 叫做焰火國 焰就是土焰,焰下面是食字 其中他形容說那些人全部都是黑色的 又是國人黑色 即是國民黑色的獸 其中最有趣就是口中吐火 很奇怪 總之一群黑色的人口中吐火 但其實由這幾句短短的說話 首先可能可以有個理解 其實未必是一定是吐火 因為當中這句說話 我可以猜到應該先有山海圖 然後先有圖 然後再有文字 為什麼呢 那時候畫的圖就是可能畫了一個人形的東西 然後整身黑色 然後口中就像有些火一樣噴出來 然後再用文字來記錄 就是經 就是口中吐火 但其實究竟那隻東西是不是吐火 不一定 因為其實如果看相關的圖 其實根本那隻東西 或者那個人 或者一隻猴子 其實像是咬著一棵葉 而那棵葉畫到好像是火一樣 所以根本你究竟是在畫著火 還是在畫著葉 根本也有爭拗 其實未必是所謂口中吐火 可能是中意食葉 如果是中意食葉的話 我就可以理解了 根本就是這群黑色的國民 其實根本就是剛才所說的 那群星星 那群靈長類 在咬著一些草 咬著一些葉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 那究竟 譬如是燕陽國或是燕火國 這些 究竟如果當它真的有的話 究竟是中國境內還是境外 這就是有很多課題來研究 但其實也回應剛才最初所說的 就是在那本《近紀吞飾的紀錄》那本書裡面 其實講了《山海經》 即是《山經》的事情 其實裡面很多事情都是跟外國、加拿大、墨西哥的境內有關 所以其實再加上剛才我還說過 原來中國似乎以前也有機會去過澳洲 有機會是見過鴨咀獸的 其實很有可能 《山海經》根本就是一本外國的國家地理雜誌 可以叫做古代的國家地理雜誌 這樣了 對,走運全世界 所以絕對 我最後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也是一個中外傳說裡面 相當多人說到的 就是人魚 這個人魚 這個人魚在《山海經》裡面 就是叫做底日國 是 是 現在來講 大家知道 這個這樣的謎思 在世界上 中外也有的 是 在很多 童話傳說裡面也有 可能是一個美女都不頂 但有時候可能是很怪人 很多人都認為那是一個幻象 也有人覺得是一種水動物叫魚巾 的錯覺 有些像海獅一樣的樣子 那隻魚巾 對 沒錯 中國相當多這些傳說 接近我們香港也有 在大嶼山 勞亭人 就說在水中生活 潛水 還有很多羅曼蒂克的故事 究竟這種人魚 這種類型 日本也有的 有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還有三分鐘左右可以說 不過剛才你說的 底人國就是在海內南經 其實在南山經也有一些叫做 赤魚 樣子好像魚一樣 但是是人面 不單是 上身是人下身是尾 有些是人頭 有這種怪獸 也有很多 甚至乎 守神記或博物志 也有鯊人 魚字變成鯊字 也有鯊人 也有鯊人 也有鯊人的傳說 鯊人的傳說 是的 因為這個可能是一個願望 尤其是海邊生活的人 有時候要在荊途蟹浪裡生活 如果在荊途蟹浪裡 它是一個能夠在水頭生活的人 這個就完全不怕荊途蟹浪 它潛在水底已經很安全 第二 這是一種逍遙的生活 譬如奴廷人 它生活在大嶼山 在我們附近 就是屯門 你想一下 一些人 不用在世俗上 可以回到水公裡 那些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種向往自由的生活 是多麼正 不過現在的污染也很慘 後來有很多悲慘護士 因為你們太好了 就有悲慘護士 例如 上岸之後嫁了 地上的人 雖然是一段羅民的生活 但卻是悲劇收場 西方的人魚公主 和水怪的肥婆交換了 交換了聲音 聲音和腳 後來教了王子之後 她永遠不能說聲 也是一個不是好的婚姻 迪士尼會拍真人版 遲些會拍真人版 是的 阿妙麗做的 你記得嗎 遲些做的 遲些做的 是阿妙麗 即是阿阿妙麗 阿阿妙麗 那位女生 阿阿妙麗 阿妙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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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差不多了 現在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講一講 繼續說說其他《山海經》的怪獸 說說現代的人怎麼看《山海經》 好 再見 下周再見